接下來的話我們針對區 所以區的部分我們也有這個欄位 所以再來很簡單 所以如果你要統計分析的話 如果在Excel裡面使用樞紐分析表 第一個你先問一下你到底有沒有這個欄位 如果沒有你把它變出來 第二個的話你再直接利用這個資料 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確認一下這個範圍對不對 區線部分有到區 那應該沒錯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產生一個工作表 新的工作表 接下來你再把區拖拉到列 再把區拖拉到值 有沒有 它就自動幫你產生它的數量 那你說老師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剛剛這個地方的值 它會加總 這邊直接就計數不用改 主要原因是因為 剛剛的那個年的部分是數字 數字它預設是加總 所以必須把它改動 這樣OK啦 那最後的話呢 我如果想要知道 這個到底哪一區的 這個等於自然最差 那當然數量如果需要 由 多到 比較多的到比較少的話 那接下來可能要做一件事就排序一下 那排序怎麼排序喔 接下來請各位把優標放在B4上面 OK然後在資料裡面有一個Z到A就可以了 那排完了有沒有 所以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優標記得放這邊 不要放別的地方 然後資料裡面有一個叫Z到A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資料馬上按照 數量多到數量少 那你可以看到 哇很明顯看到 其實 萬華區治安其實也沒有太差啦 有沒有 OK 有沒有它其實並不是最差的 反而前面一二名比他還多耶 那這個數量最多的就是中山區 其次就是士林區 那再其次才是萬華北投啦 不過大安區會排在第五名 其實有點訝異耶 應該大安區理論上感覺 治安應該蠻好的 可是為什麼現在 我在想說小偷也蠻 小偷是不是應該要找那個有錢的去偷 絕對不會偷那個窮人家 一打開話比我窮 還想說要放一點錢給他 OK 所以如果要偷的話 應該理論上要偷比較有錢的 所以也許啦 我不知道原因何在 那另外如果你想知道說 到底那個 比如說中山區 到底哪個區域是切到按鍵的熱點的話 其實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想要再去做進一步的統計分析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再去快點這個數字上面點兩下有沒有 它會自動怎麼樣 點兩下之後 中山區所有的資料有沒有 就會通通都列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從中山區裡面的 這些再去做分析啦 甚至你還可以再針對中山區的 歷年切到按鍵有沒有 再去做一個怎麼樣 就是趨勢分析啦 個別的 OK 不過這個其實就是 細部的啦 如果你要針對某一區 如果你要針對某一區 比如說你住的那一區 你想要再去做進一步的了解的話 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你可以直接怎麼樣 把他快點 比如說大安區好了 點兩下 那大安區所有的資料呢 通通會被列出來 你其實Ctrl向下 它好像也是343筆啦 所以這邊資料都有 那你甚至還可以針對什麼 這些資料 再去做進一步了解 甚至你還可以結合那個什麼 插入裡面有個叫3D地圖有沒有 你可以把這個資料放在3D地圖 它會把那個熱區的地方有沒有 用那個比如說那個畫個圓形的區域 來表示哪個地方是熱區 那你就知道哪個地方最容易死竊了 如果興趣同學不妨可以再結合像3D地圖 這樣做一個這個延伸的練習 好 那如果說假設我只是希望說 會是一個叫各區這個比例圖的話 那接下來很簡單嘛 先排完序字有沒有 OK 然後就樞紐分析 這邊樞紐分析圖 然後我要畫這不是直條圖了 我要畫的是一個圓形圖 因為比例部分的話 那我就找到圓形圖部分 然後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一樣嘛 你請你把這個圓形圖 把它放到D2到L20這個範圍好了 OK 那最後的話一樣 請你把那個標題改一下 這個叫什麼 各區比例圖好了 然後並且把這個比例圖的名稱複製 改一下這個底下的工作表名稱 並且把這個改成紅色粗體 然後字20好了 跟剛剛一樣 OK 那這樣的話把標題稍微改動一下 那最後呢 這個圖例我覺得看起來有點不太喜歡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圖例雖然說你可以知道 這個是中山區 那這個是士林區 但是其實有點不太好理解 而且這個對有些顏色蠻接近的 像那個藍色 感覺好像跟這個藍 跟這個藍有點接近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讓那個圓形圖這個地方 能夠更 怎麼講 更能夠好理解的話 一般習慣 會是直接把標籤有沒有 放在上面 然後甚至把它的比例也放上 因為這個是一個比例的 所以最好我是希望說 各區把那個區的標籤放上去 然後也把比例也放上去 那這樣就更好了 可是怎麼做比較簡單 最後的話你可以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個新增資料標籤 有沒有看到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個圖說文字就搞定了 OK 這個 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就直接怎麼樣 在每一個比例上面 幫你加上哪一區 佔比多少 那這樣其實就感覺滿方便的 但是跟各位講 比較舊版的eSale好像沒這個功能 或者不知道Mac上面不知道有沒有 如果沒有 沒有 對我知道 因為有一些版本沒有 所以Mac常常就是會少很多功能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它不是微軟軟生的 那怎麼辦 對 好問題 我接著就要講了 OK 接下來坎塑自己一下 如果 因為常常同學問說老師我沒有這個功能 沒關係 你可以用按右鍵 一樣是新增資料標籤裡面的第一個 至少有這個吧 資料標籤有吧 有 但是它得到的答案是這樣子 實在是不太OK 為什麼它把數量放 可是如果你想要的不是數量 而是那個什麼呢 那個區跟比例的話 那沒關係 你可能再做一次設定 就是直接再點這個標籤上一下 然後再按滑鼠右鍵 它會有一個叫資料標籤格式 就是再讓你去做設定的一個頁面出現 在右邊 那你只要把它改成什麼 類別名稱 加上百分比 然後把值打勾取消 有沒有 本來有值 它原來是值嘛 也就是把這個值不要改成這個跟這個 那看到的話 不就很接近剛剛的嗎 但問題說 老師那位置不太對 沒關係 你把位置放到外側就好 那外側在哪裡 下方不是有個標籤的位置嗎 你改成哪一個 中點外側不就好 那不就是 也跟剛剛的圖書文字 基本上蠻類似 但是圖書文字上面是有個好像指標 那個指標的話就沒辦法模仿了 所以基本上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上面加上標籤的方法 比較麻煩一點 我Ctrl-Z一下 重點 原來這邊加這個 這個右邊這一塊怎麼出來的 其實記得按右鍵 資料標籤格式 把這邊打勾 這兩個打勾 這個打勾取消 然後位置的話 終點外側 這樣就OK 最後的話把這個圖例 因為這個圖例根本其實不太需要 所以你可以一樣把圖例給拿掉 打勾取消 這個圖例就不見了 OK 那最後呢 我是希望說凸顯那個治安最差那個區塊 所以呢 應該有看過那個比例圖上面有某塊 它會被炸開 英文叫expression 就是炸開 那炸開的話呢 其實就是點一下圓形圖 1點全部 2再點中山區 3再把它往外拉 它就出來了 有沒有 這塊突顯出來中山區了 OK 那如果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一樣1點全部 2點中山區 3再把它往內拉 所以它有個tempo 1 2 3 就OK了 記得喔 它不是說一次做到位 它是1選全部 2選哪一塊 3往外拉 它就會自動根據你要凸顯的那個區塊 就幫它往外拉 看起來就會更加專業一點 OK 那你說老師那個圖平面的不好看 當然將來你甚至可以把它變更圖 變更的話上面有個設計 這邊可以變更 或者你選圖的時候 甚至可以把它選成3D的 3D也可以 3D看起來比較 而且3D可以轉 那其他的話 子母圖 比如說你想要針對區底下還有裡 哪些裡的治安最 甚至你可以畫個子母圖 更清楚有沒有 有沒有 那這細部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我覺得至少比空口說白話來的詳細太多太多了 我剛剛想看這東西 我不喜歡你講那些太多的情緒字眼 那沒有意義啦 OK 你就拿出數據背後的視覺化結果 就這個圖給我看一下 OK 所以以後盡可能的 只要你有數字 你要能夠客觀的說話 盡量把它畫成視覺化的結果就OK了 應該沒有很困難吧 我覺得只要你有data 而且data現在拓舌可得 很容易取得嘛 每個企業 每個公家機關其實都有 那就把它取得 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OK 好那最後的話呢 這個比例圖完成之後的話 接下來待會就會有第三個圖 最難的 也是今天最麻煩的一件事 什麼呢 就是你要再多增加一個叫陸街道 那為什麼叫陸街 因為他這個名稱廈門街有沒有 忠孝東路 那底下可能有市民大道 或者應該是沒有凱達格蘭大道 因為那邊沒有住人吧 只有總統府 總統府應該不太會有住宅切道 還有外交部 外交部 外交部在凱蕎都能叫到 那也是公務機關嘛 那邊不太可能會有小偷那麼笨吧 會就偷那些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路跟街跟道 所以我會需要一個欄位叫路街道 所以我會在H欄這邊加一個路 然後叫街好了 然後叫道 OK 那這個名稱的話 其實是這樣來的啦 路街道 然後呢 可是比較麻煩的問題出現了 因為這個發生地址的時候 那個可能在報案的時候 警察登陸 每個人的登陸習慣都不是 有的很詳細到哪裡呢 到0 有沒有看到 有的呢 可能還有理 有沒有像底下這邊還有理 那有的 其實基本上都有區啦 只是說0跟理這個東西 它不是必要的 所以變成說有的有的沒有 當然如果每個都有的話那好辦 為什麼 因為前面都有0 所以0後面的就是它的那個路街道開頭的字 所以把0下面加1就可以了 加1就是下一個字 然後取幾個字呢 取一般是三個字 可是也有可能有四個字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知道有幾個字的話 那我當然要去算 那怎麼算 所以比較麻煩的地方 也就是如果我知道這個路街道前面這個字的位置 跟後面路街道這個位置的話 那我只要把後面這個字的位置 減掉前面字的位置 那就可以知道幾個字 比如說像0那個字我剛我有算過 這個應該是第11個字 那第12、13、14 路應該是第14個字 所以把14減11的話 有沒有剛好是3 所以剛好三個字啦 所以我們大概有這些相關的 那只是說呢 我要怎麼樣把剛剛這些線索 利用我所知道的函數 去產生一個公式 可以得到我要的資料 OK 這就是最後我想做的 那你說老師我想不出來怎麼辦 想不出來就完蛋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只能點兩下 然後選三個字 Ctrl C 有沒有 然後到這邊路街道呢 Ctrl V 有沒有 然後呢 萬寧接點兩下 然後呢再 這萬寧接有沒有 選起來 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那這Total有幾個資料呢 3000多筆資料 哇天啊 那你要做多久 對哦 OK 恐怕應該 以這樣的速度來算 應該要做個一天 應該可能也做不完 而且我覺得不是做不完的問題 實在是很無聊的事情 所以如果假設你預期 你做這件事導入我把我背後的公司或程式寫出來就好了 反而還比較有趣一點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剛剛講的問題 OK 試試看好了 那順便把剛剛的那個 各區比例圖把它完成 那比例圖部分 如果你有新增圖說文字 你用新增圖說文字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用那個什麼 資料表演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想要畫兩個圖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不然你就是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一個是標記 一個是圖說文字 沒關係啦 反正你練習越多 你至少要我要的東西之外 你如果多做沒關係 也就表示說你想要多練習 其他比如說像這個什麼 我剛剛有講那個什麼圖表的項目 這個如果你想要自己再去調整的話 也OK 沒有問題 上面其實我還蠻強烈建議 你把每個功能都點點看 為什麼 因為將來你要做一些變化 就非常簡單的 答案都在上方 OK 試試看